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9月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題謠 台灣傳出有廠家以中國生產的口罩 冒充台灣製造口罩 蔡英文下令徵辦 內蒙古一名蒙古族的女公務員 在家墮樓身亡 香港民然決定以單一門檻 即是民主派支持者的過半數意見 作為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去留問題的民意結果 詳細的新聞內容 港府以疫情為由押後今屆立法會選舉 中國全國人大決定 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至少一年 民主黨早前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民調 已決定民主派是否留守立法會 香港民然經商討後 決定採用單一門檻 即是參與民調的民主派議員支持者 過半數反對延任的話 即離開立法會 現屆立法會議席中 民主派共有23人 目前有至少15人的去留和民調捆綁 民主黨希望民調能夠縮減去留雙方的分歧 重新團結民主派 由劉少峰報導 兩大傳統化民政黨 民主黨和公民黨 早前前後同意 以民意調查結果作為去留依據 參與民調的民主派議員 星期五聯和香港民意研究所總監鍾廷耀 召開記者會 交代有關民意調查安排 鍾廷耀在會上指 民調由香港民營和中文大學 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共同進行 並在9月21日開始 預計一星期內完成 民調讓本數目為2000個 每名受訪者須回答兩條問題 包括是否支持相關議員留任 以及是否他們的支持者 民調初步建議採相鬼授權方式 即採納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意見 鍾廷耀表示 經過商討之後 最終認為重要的是民主派議員支持者的授權 其他人以至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數據 不足考慮 只作參考 對於早前建議 採取雙門檻機制 即以過半數受訪者 或者超過三分之二民主派支持者的立場為標準 但被市民質疑門檻過高 香港民營最終決定 採用二分之一的單一門檻 以縮集民調的灰色地帶 但如果去留不過半 到時就要再作商討 去留問題令民主派失去團結 是嚴重的後遺症 在目前的政治困局之下 民主派衰共同面對暴政 是考慮到坊間認為 三分之二的門檻設定過高 民調將依賴單一門檻 希望能夠釋除市民憂慮 強調參與人士 絕對復應民調結果 我們就依賴的是一個門檻 意思就是說 如果參與今次民調的民主黨 公民黨張超雄 毛孟靜的支持者 是當中有過半數的回應 是要我們離開的 我們就會復應於那個調查的結果 是會完全忠誠這個決定 這個做法 也都一方面是能夠處理了 不希望是我們的結果是受到干擾 另一方面都是處理了 很多很多方案上討論的時間 覺得我們第一個門檻是過高 以至到就懷疑 我們是不是有用心 那我們很清楚 想講清楚就是 我們參與的同事 是絕對復應於 今次我們提出的一個方案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議會陣線毛孟靜 以及工黨張超雄等人 在會上表示 恢復英文調結果 毛孟靜指 港人不應該輕易放棄議會戰線 坊間有意見指 建制派人數不達三分二 即使民主派不留下 都不能通過好像政改等惡法 毛孟靜反駁 難保政權不會修改議會總人數的定義 或者以委任充數 到時就是百分百通過 呼籲市民考慮清楚 我當然已經經過深思熟慮 我個人認為是議會的陣線 那條戰線是不可能輕然放棄 它說明是沒有補選的 未來一年 沒有了二十個席位 那個落差這麼大 再找多一次人大的決定 就委任給林鄭 不如你再委任之前的 鍾樹根、黃國興等等回來 現屆立法會議席中 民主派共有二十三人 有至少十五名民主派議員參與民調 並表示會復應民調結果 包括民主黨七人 公民黨五人 議會陣線毛孟靜 工黨張超雄 另外社福界的邵佳俊 也有意參與 至於其他百名民主派議員的立場 異見不一 朱凱迪和人民力量陳志全 都曾表態不傾向留任 陳志全星期二 已經發信通知辦事處職員 說辦事處將於今月30日結束服務 在民調方案公布後 他星期五在社交網發文指 不想評論其他議員 用什麼方法決定去留 其他議員還包括教育家業建源 衛生服務界李國倫 會計家梁繼昌 都表示會諮詢界別內意見 而資訊科技界莫乃光 就傾向留任 地區議席中 早前沒有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佳工梁耀忠 就表示跟大隊 而熱血公民鄭松泰早前表示 初步決定留任議員一連 但會視乎泛民討論再決定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少峰報導 陳彥霖死因言訊踏入第10日 目前共有32個證人作弓鉛筆 負責調查的警員李豪傑 在星期五再度出庭 雖然證人、相關證據、報告等等逐一呈現法庭 但當中仍然存在不少未解的疑問 本台在星期五到陳彥霖出現過的地方視察 並且就庭上證供 列出以下仍然未解通的疑點 又問海恩報導 曾經參與反送中運動的 15歲職訓局青年書宇女生陳彥霖 去年9月底 被發現離奇赤裸浮屍海面 警方將死因列作無可疑 其遺體也遭到迅速火化 死因停今年8月底 展開死因言訊 目前共有32名證人作弓鉛筆 至星期五 凌訊踏入第10日 負責調查的警員李豪傑再度出庭 呈交相關閉路電視片段 希望播放早前遺留的片段 以適宜陳彥霖在校內 幾時、哪一道、雕塞鞋 和放下黑色掛飾、電話和傳單等 不過最終這些片段 仍然未能拍到 陳彥霖放下物品和脫鞋的經過 雖然證人、相關證據、報告等逐一呈現法庭 但當中仍然存在不少未解開的疑問 按警方調查所得的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陳彥霖在去年9月19日晚上 大約7時 由調景嶺善明村步往採明街方向 之後失去影鐘 記者這個星期五 原採明村往採明街方向視察 見採明村入口有閉路電視 但採明街往之專設計學院方向 就未見到有閉路電視 拍到行人經過的過程 其後的士司機周泰來作工 共稱陳彥霖失蹤當日 他曾經接觸過一名沒有穿鞋 相信是陳彥霖的女子 從調景嶺資專設計學院門口 前往將軍澳日出看城至南天 不禍該女子突然要求 轉入看城路 並在距離海邊幾百尺的位置下車 當時附近是地盤 而疑問是 並無閉路電視拍到陳彥霖上下車 或者到海邊附近 記者現場見到 附近和鄰近海邊的跑步徑 也未見有閉路電視 而警方調查過附近屋苑的閉路電視之後 也沒有見到陳彥霖的蹤影 甚至問過陳彥霖下車位置附近的保安 也說沒見過他 警察也到海邊石等調查 也沒有發現陳彥霖的衣物 第二個疑問是 陳彥霖身上沒有帶銀包和手機 但為何有錢給車資呢? 有同學曾經在陳彥霖室中當晚 在校內實獲陳彥霖的身份證 50元現金 手機等個人物品 從閉路電視也看到陳彥霖兩瘦空空 目前未能證實 陳彥霖的褲子有沒有袋 而的士司機周泰來作公司也說 蓋成車資為50多元 那個她相信是陳彥霖的女子 錯誤給她100元刷足 但司機就說沒省錢刷足 那個女子之後就掃出面額較小的紙幣 不過就泰來説 沒留意當時的女子有沒有帶袋 也看不到她在哪裡拿錢 第三個疑問是 陳彥霖的屍體傳落 是不是真的好像警方列案所指 死因無可疑呢 陳彥霖的屍體在油塘魔鬼山對出海面被發現 當時他傳落 但是至今仍然未找到其衣物 負責打撓陳彥霖屍體的水景 陳國榮出庭作弓透露 小隊指揮官 督察文慧祥 一度覺得屍體傳落又可疑 不過文慧祥出庭時 他的說法就與下屬陳國榮所說的不同 他說由於死者身上沒有證件 加上皮膚較為幼黑 連國籍都無法辨認 他不能肯定案件是否有可疑 並說 如果夏天衣物不多或鬆身 水流可能會沖走衣物 不過記者今天到現場 這裡屬於內灣 而且水流海浪也不大 資深法醫馬酸納就反駁這些觀點 他認為赤裸浮屍疑點很大 而且陳彥霖失蹤前有身穿衣服 他還說人身上的內衣褲普遍貼身 不易鬆脫 第四個疑問是 又永健將陳彥霖 是否真的死於溺水呢 對於解剖遺體的衛生署法醫李玉華 表示陳彥霖可能遇溺身亡 馬酸納就表明不同意這個結論 因為手上的證據 只能夠證明遺體浸於水中 不足以確定 陳彥霖是遇溺死亡 他提到一般遇溺身亡的人 兩邊肺部的沖水量會接近 遺部也會有水 然而陳彥霖遺體 兩邊空腔相差近500毫升 遺部沒有水 馬酸納形容情況古怪 他認為無法肯定陳彥霖死於溺水 但解剖學相亦都不能夠找出任何證據證明死因 這樣陳彥霖究竟是落水之後溺死 還是墮海之前已經過身呢 死因裁判官預料將會在下星期五 就寧訊內容引導陪審團 之後會有裁決 到底最終能不能夠真相大白呢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恩報導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年初開始 徵用全台灣的口罩工廠生產醫療口罩 2月初推出口罩實名制 民眾可以憑身份證去到藥局 購買一定數量的口罩 今個月初傳出有廠家 以中國生產的口罩 冒充口罩國家隊的台灣製造口罩 由藥局配給渠道流入市面 這個牌子的口罩在香港亦有出售 總統蔡英文下令徵辦 並且徹查市面防疫用品 有沒有滲襲了中國的劣質品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新北市藥局日前發現 由國家口罩隊配送到藥局 公民還以身份證認購口罩 發現有簡體字包裝 部分還有中國安徽製造字樣 為了避免發生問題停止發售 新北市消費者保護官主任黃志宇 前往市內部分藥局稽查 他表示有多少大陸加利口罩運沖台灣貨出售 消保官並未掌握 正由地檢處追查當中 消保官將負責協調民眾推貨 更換真正的台灣口罩 我們新北市有幾家藥局都會收到加利的貨 那我們這幾天也在稽查 看他們有沒有收到加利的貨 據我們了解這家藥局是前幾天發現有加利的貨 而且這個消息已經傳出來 我們9月2號就有藥師的巡毒 發現說可能有中國大陸製的口罩混雜 其中會有問題 所以藥師這邊發現以後 他有在裝一袋一袋 就發現有問題以後 他們就沒有在繼續裝了 他這個也沒有在販賣 就停止販賣 這個貨就放在這邊 那我們就發現這邊有加利的口罩 那我們也進行了解現在退貨的情形 局局反映他是說 現在是願意配合消費者換其他公司的口罩 總統蔡英文表示 口罩實名制所徵用的口罩必須是國產的 而且是醫療等級的口罩 但是近來發現有業者 拿入口或者不合格口罩給予徵用 那這件事情我們覺得非常的不可原諒 因為讓我們的國民暴露在疫病的風險之下 同時也讓我們口罩國家隊受到影響 尤其在形象上受到影響 跟社會信賴上受到影響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可以原諒的事情 那麼現在除了我們司法機關已經開始爭辦之外 我也要求我們的行政團隊必須要徹查 有沒有類似的情勢 蔡英文指出 無論生產廠商有多少困難 或者有什麼情況 最重要的是口罩國家隊所給予國家徵用的口罩 還有防疫物品都必須符合標準 才能夠確保疫病防治有效 我們很多防疫的標準的口罩 那這件事情我也希望我們大家可以更警覺 共同來發現這些不合規格的這些口罩 或者是防疫物品的流通 行政院長蘇貞昌保證 台灣出口的口罩沒有問題 並指台灣口罩品質是世界最好的 根據相關的法律 這不但是詐欺 而且也是違反了要事法 相關的應該明白規定 所以我們希望任何人廠商 不要因個人私利而侵害了團隊的榮譽 政府一定為國人嚴格把關 不容任何人魚目混珠 後混淆視聽 我們的品質絕對守得住 而且口罩國家隊的榮譽 也絕對大家分頭來堅守 政府嚴格把關 全民共同防疫 台灣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 調查局人員和檢察官 下週前往嘉利口罩製造商嘉利科技搜索 旁晚帶走負責人林明俊 以刑事被告身份進行徵訊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以中國大陸禁止巡演的布拉格交響樂團 其行政總監卡利斯多娃 正是徐志克議長訪台 他指出 布拉格交響樂團 是要帶來美好的音樂給大家 而不是為了政治 志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的訪問團 在星期五晚搭專機離開台灣 徐團來台的布拉格交響樂團 行政總監卡利斯多娃 在星期五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布拉格交響樂團是要為大家帶來美好的音樂 而不是為了政治 2013年 布拉格交響樂團第一次受邀到中國演出 開始當年巡演合作 直至2019年 當時剛上任的布拉格市長賀瑞浦發表對台灣友善的言論 之後就傳出中國取消含有布拉格字眼的捷克表演團體 在當地演出 除非布拉格交響樂團譴責賀瑞浦的行為 否則不能在中國演出 卡利斯多娃指出 過去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期間 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他覺得很悲哀 如果藝術工作會成為政治鬥爭的對象或工具 其實沒有一方會贏 大家都會輸 卡利斯多娃又說 樂團很樂意為中國的樂迷演出 過去亦經常受邀演出 雖然現在不能去 但布拉格交響樂團 會去全世界任何歡迎他們的地方去巡演 布拉格交響樂團確定在明年10月訪台 明年10月8日至10日 在台灣演出三場 卡利斯多娃指出 樂團將會帶來兩套曲目 一套是捷克作曲家的作品 包括史密塔納的《被出賣的新娘》聚曲 德伐澤克第9號交響曲《新世界》 以及德伐澤克的小提琴協奏曲 內蒙古阿拉善盟政府辦公室 一位蒙古族女性公務員蘇逸娜 星期五清晨在她的住所墮樓身亡 警方指死者有抑鬱症的病史 由喬龍請問報道 內蒙古通遼市烏拉特中期等地 近一個星期持續爆發蒙古族農牧民抗議 反對當局強推漢語教學 今個星期五早上 發生第四宗墮樓死亡事件 消息由死者丈夫發出後迅速擴散 長期關注農牧民維權的蒙古族學者 弗必斯 當日上午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內蒙阿拉善盟一位政府公務員跳樓 死者是女性三十多歲 中午時分 旅居美國的蒙古人樂文告訴本台 經過多番核實 得知死者蘇逸娜跳樓後 送院搶救無效去世 已經是跳樓自殺了 所以那天是在黨委工作的 她跳樓 因為去醫院搶救了 搶救沒成 她丈夫也是在黨委工作 阿拉善左起黨委 她丈夫的微信的錄音上說 因為壓力大 她就跳樓了 但是她的醫院讓她說是因為是抑鬱 所以跳樓了 星期五下午 阿拉善左起公安局發警情通報說 9月4日7時40分 阿拉善左起公安局接到報案 在巴燕浩特鎮某小區 發生一宗人員墮樓 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的警情 經過向她的家屬瞭解 姓蘇的是女性 33歲 已婚 母子女 有抑鬱症的病史 曾經有割換的情況 近日先後請病嫁到蘭州和銀村等地就醫 警方正在進一步深入調查 該通報還警告網民不信搖不傳搖 針對個別網民發佈未經核實的不實訊息 洩露公民個人私隱等違法行為 公安機關將會依法處置 有蒙古族網民 轉述蘇約娜的丈夫阿拉騰巴格娜說 她的妻子不同意第二次相遇教學改革模式 而上級施加壓力 她自己極度悲憤 蘇約娜死因曝光後 海內外蒙古人和網民留言紀念她 稱她為民族英雄 當日蘇約娜的丈夫立即接到公安警告 要求她設下發到網上有關妻子細細的文字 和圖片信息 在一段錄音當中 蘇約娜的丈夫回應國寶地說 我發的事實 我怎麼了 我不能說話嗎 她現在是18歲以上的 她 說話上該發佈的無事的東西該撤了 我為什麼要撤呢 我發錯了嗎 我發的事實 那責任來嘛 那就是責任嘛 那你抓我們還是幹啥呢 我發錯了什麼 我直接應該去取罪啊 要查啊 蘇約娜墮樓身亡 是自8月30日 上萬名蒙古族學生和家長 發起集會抗議以來 傳出的第四宗 第一宗是通療市 社伯套鎮蒙古學校一位五年級學生 得知母親被武警嘔打之後 從該校四樓跳下身亡 內蒙古教育廳發布指示 自9月1日起 內蒙古地區的民族學校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政治和歷史課改為漢語授課 蒙古語改為蒙語課 從一星期的五節課減少至三節 漢語文就改為語文課 每週五節 據說當局近期派人 逐家逐戶 要求蒙古族人 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學校上課 否則沒收草場證 樂文說 在阿拉綫 他們直接到家裡威脅牧民 他們如果不同意送小孩去上課 就會沒收他們的草場證 當著牧民的面子 就將草場證收回 另外據多位牧民告訴本台 屋前內蒙古蒙古族人 前去周邊酒店被拒絕入住 有額托克奇蒙古族人說 他們結伴前去寧夏 登記酒店時被拒絕 理由是不收留蒙古族 類似一情況曾發生在新疆維吾爾族人 和西藏人身上 自由亞洲電台情聞報導 蒙古黑岩部蝶木族曾經打造了一個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國 當時的瀑圖面積最大超過4500萬平方里 東邊就由朝鮮半島開始 西邊抵達波蘭、匈牙利 而向北就會去到西伯利亞、俄羅斯諸公國 南邊的瀑圖去到爪瓦中南半島 佔當時人類世界的五分之四還要多 蒙古人獻給鐵木章成吉思汗的專號 也就是強大的王 而成吉思汗的後裔也絕對不太好 你不相信嗎? 習大大由這個學年起 在內蒙古強推漢法教育 蒙古語教材一律刪除 熱愛蒙古故鄉、文化等的描述 還增加歌頌習大大的內容 這次的事件觸發了學生、家長 和教師連日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甚至有一名學生跳樓抗議不幸失望 近日學生都拒絕回學校上課 就連曾經被下令 黨媒勝黨的內蒙古廣播電視台 三百多名員工也集體簽字 反對抗議教育的新規定 他們寧願不要工作都要維護尊嚴 而且他們抗爭得來很有智慧 抗議者用環狀的方式簽名聯儲 人人都平等 沒有所謂的主謀 在蒙古語環狀抗爭也叫做多歸倫運動 多歸倫是蒙古語的陰液 原意就是環狀 之後引申為小組 在一百五百年前後 蒙古人在烏審期、鄂托克、扎實克等期 相繼發起對當權者的抵抗運動 就叫做多歸倫運動 在北戈戰爭時期 即是1926至1928年 親共派人士 直尼喇嘛 是伊克肖盟等地領導的武裝運動 也都叫做多歸倫運動 習大大現在激怒所有的鐵木爭後人 大家都一起參與多歸倫運動 真是好戲在後頭 因為發表修憲建議 而遭判刑的北京人權律師袁文生 在星期四再次獲准 和代理律師論其女和勞斯惠會面 袁文生因為酷刑 導致右手戰鬥的問題依然嚴重 袁文生還透露 在被捕後遭酷刑逼供 官派律師欺騙 以及遭警察以家人的安全 來威脅強迫其認罪的不公遭遇 當局脅迫他承認反黨 反社會制度等等的罪名 袁文生堅定上訴 並且支持代理律師的辯護策略 袁文生的妻子和律師都要求 當局議審公開開庭 由吳亦彤 請問報導 星期四已經被中共當局 羈押近1,000天的袁文生 在與代理律師論其女和勞斯惠會面 他向律師申訴說 在審訊期間 警察以他妻兒的安全相威脅 以及在2019年11月 至2020年1月期間 他被長時間挨餓 而兩名官派律師就配合當局 不斷對他進行欺騙 種種手段的最終目的 都是要強迫他認罪 當局又以進入政協為例 引誘他舉報其他維權律師 袁文生說 由於他被捕之前 是中國人權律師團的聯絡人 警方建議他參照中共統戰 國民黨前高官審聚為無品 以回憶錄的形式 披露中國人權律師團的內幕 舉報中國人權律師團的其他律師 許樂說完稿之後 應該可以進入政協 不過遭到余文生見他 論其女向本臺透露 一審判決聲稱余文生認罪 實際上他是被迫認罪 你孩子考慮嗎 你孩子會不會出交通事故 你老婆也是會被抓的 他在被抓進去之前 雖然對酷刑折磨 有一點心理準備 但是利用家人 特別是利用他兒子 威脅他 就讓他崩潰了 但是他認了以後 醫生還中判了四年 所以感覺自己受欺騙了 論其女說 余文生陳明 他對中共當局 和司法機關提出批評 是為了促進中國法治建設 警察就以各種方式 逼他承認反黨 以及否定社會制度 和國家的政權組織認識 論其女認為余文生案 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余文生說 我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法治進步 官方說 你必須改過來另一種說法 就是要負定共產黨領導 負定目前的體制 余文生律師 他所做的每一個行為 都是在例行 中國共產黨 他們所制定的憲法法律 他被抓 這個是政治迫害 林一鳴有份獲准會見 余文生的代理律師 勞思慧向本臺表示 余文生堅定表示上訴 並且認同代理律師的二審辯護策略 但勞思慧直言 對推翻一審判決不樂觀 認為在整個案件當中 法律認同虛設 因此不敢預期 由政治之手操控的案件結果 無以致訴 余文生支持我們的辯護策略 而且他認為 這個事情他沒完 出來還要申訴 余文生的妻子許厭 在接受本臺採訪的時候 敦促中共當局 能夠在二審當中 公開審理余文生案 並且呼籲國際社會 繼續向中國政府施壓 我對余文生妻子 我也要求江蘇上二審公開開庭審理這個案子 余文生律師這個案子 特殊 徐州中院 他就直接說他們決定不了 一直在等通知 那實際上就是說 是上面的一個決定 余文生他還在努力和堅持 現在他的處境很艱難 請求國際上給予幫助和救助 另外在星期四的第二次律師會見當中 余文生表示 近期做了一次核詞共振檢查 顯示腦部正常 但右手戰鬥等問題依然嚴重 代理律師和許厭 都擔憂余文生 如果不能獲釋放 立即進行系統的資料 極大可能會變成殘疾 現年52歲的余文生 是北京知名人權律師 曾經代理多宗 宗教迫害和其他人權案件 2014年因為聲援香港佔中運動 被拘留近8天 709大抓捕後 他提告中國公安部和部長 違法拘捕律師和公民 其後擔任709律師王全璋的辯護律師 遭到當局報復 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2018年1月18日 余文生公開發表修憲建議 要求國家主席由差額選舉產生 取消軍委主席和軍委制度等 在當年1月19日遭到國保抓捕 其後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至今已被機押952日 2019年5月9日 余文生案被秘密開庭 2020年6月17日 徐州中院秘密宣判余文生罪成 和判監4年 8月14日余文生首次獲得 和自聘的律師盧思慧會見 因為酷刑導致右手不能寫字 並嚴重戰鬥等健康問題 才被曝光 盧思慧公布了 余文生右手喪失書寫功能 不斷戰鬥 以及牙齒等健康問題 2019年1月 余文生獲頒法德人權法治獎 德國和法國政府也高度關切這件案 兩國外交部多次施壓中共當局 立即無條件釋放余文生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美國政府近來著意區別 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 被指抓到要害部位 引發中國外交部和官媒的連連反擊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出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5週年的座談會 在講話之中聲稱 任何人 任何勢力 企圖將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人民割裂起來 對立起來 或者是通過霸凌手段 將意志強加在中國身上 中國人民將絕不答應 又霍亮蕭報道 習近平的最新表態 被視為是對華府 區分中共政權和中國百姓的一個回應 但是去年年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曾經兩度表明 要區別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 在去年10月30日 蓬佩奧在紐約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時表示 美國現在終於意識到 中共對美國價值觀持敵視態度 但是蓬佩奧十分清晰地 將中共和中國人民兩者區分開來 他說美國一直非常珍視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但是中共政府和中國人民並非同一回事 而在去年11月8日 應邀去到德國參加 在《華盛頓時報》的專訪中提到 美國政府自70年代和北京建交之後 有美國高層官員經常未能區分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 另外他還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缺陷 是政治和政策精英未能夠正確地衡量北京的缺點和脆弱性 並且採取相應的合理對策 余茂春是專訪論未表示 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 他怕自己的人民編執地益賞 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 自由亞洲電台《科良喬》報導 隨著TikTok交易案變數增加 白宮幕僚長梅多斯在星期四再度表示 特朗普政府打算禁止更多的中國應用程式 防止美國國安被威脅 另外印度也有同類的構思 可能再擴大打擊面 梅多斯並未有具體說明是哪些程式會被封殺 但他在上個月就強調 美國政府正在審視封殺更多的中國軟件 目標指向可能搜集個人資料 而且潛在具有國安風險的應用程式 另外印度在星期三再下禁令 118個手機應用程式被下架 其中包括騰訊控股 廣受歡迎的電子遊戲《絕地求生》 9月2日發表的新清單包括了騰訊 百度 阿里巴巴等中國科技巨頭研發的產品 例如支付寶 淘寶和優號等都被強制下架 印度電子資訊部門的官員表示 因為收到不少對中國軟體的舉報 包括盜竊用戶的數據 並傳送到境外伺服器的行為 將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侵犯印度主權 是非常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採取緊急應對措施 不過有專家的意見就認為 新一次禁令的導火線 是再度升級的中印邊境衝突 中印雙方已經互有死傷 印度總理莫迪在星期四 在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論壇之上 提到全球應該重塑供應鏈 而且應該基於信任和穩定的基礎 而不是只是成本效益 莫迪並沒有直接提到中國 但是演說中的內容 符合各國目前陸續將供應鏈 移出中國的趨勢 莫迪明確指出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的教訓是 發展全球供應鏈的時候 不能只關注成本 而是要以信賴為基礎 中國海事局在星期五宣布 由即日下午4時 至11日下午4時為止 渤海海峽、黃海北部 將會執行軍事任務 禁止無關的船隻駛入 有衛星拍攝島 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 山東號已經離開停靠港口 星期四分別現身在黃海和渤海 再加上中國近來沿海軍演連連 因此很可能是在這些封鎖區內 展開軍事演習 在中國軍演之際 星期五亦傳出解放軍軍機 在南海騷擾美軍P-8A海神反潛巡邏機 遭到美軍以廣播反制 美軍的相關廣播被軍事迷記錄下來 廣播機師發出 我是美國飛機正執行軍事活動 無害通過國際空域 你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攻法的訊息 當時美國的P-8A海神反潛巡邏機 和KC-135加油機正在南海活動 接著是翻牆問答的環節 聽下主持人李建均和霍亮喬 說下稟充停擺 疑似內蒙抗爭速發封網 又到了今天星期翻牆問答的時間了 李建均呀 服務器架設在美國的中文論壇網站品聰 相信是推特以外 聚集不少大陸翻牆網友的網站 但在北京時間星期五 即是9月4日 品聰曾經中斷服務幾個小時 在打開網頁的時候 只能見到Cloudflare錯誤的字眼 品聰使用Cloudflare作為安全防護 而Cloudflare其實已經可以有效提供 DDOS上的保護 但為何品聰仍然會出現幾個小時 服務停頓的情況呢? 雖然未知品聰確實暫停服務的原因 但如果問題出至Cloudflare 相信不止品聰出現服務問題 因為全世界很多網站都依靠Cloudflare 提供DDOS的防護 以及作出加速之用 現在相信更大的問題 有可能來自中國當局 透過不同的黑客技術 知道品聰主機的實際IP 意圖用DDOS攻擊 實際上真的存有品聰外用的主機 當然如果出現這種攻擊 就有可能要暫停一下主機運作 作出調整後重開 因為中國當局的目標 很可能不止DDOS那麼簡單 而是要破壞品聰的運作 北京品聰有不少題目 在中國當局來說是十分敏感 特別近日涉及外蒙古的抗爭 一般來說 要知道一個網站的真正IP是不容易的 大部分人都只會知道 相關網站的IP在Cloudflare旁大主機裏 假如你的推測是對的話 中國當局又是怎樣知道 品聰的真正IP呢? 對大部分聽眾來說 確實是不會知道品聰的真實IP 不過不少使用Net Encrypt 免費數碼證書的網站 特別是使用舊版 Sertbot證書簽罰程式那些 都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真生證書時 很可能要暫時關閉Cloudflare的保護工人 方便完成簽罰證書必要的挑戰程序 因為相關的挑戰程序 是無法在Cloudflare保護之下執行的 一步就會令DNS的IP出現短暫的變動 可能相關的變動只不過是幾分鐘 但已經會在DNS的歷史紀錄上留下腳印 只要有人向一些有 匯集DNS變動紀錄的網站 用幾十美金購買相關資料 就不硬推斷出真正IP為止 對於使用Cloudflare的網主 又想繼續使用Net Encrypt數碼證書 但又不想短暫關閉Cloudflare功能 令到真正主機IP暴露 可以怎樣做呢? Cloudflare的網站有指導正確Net Encrypt的指令參數 令你不用暫時關閉Cloudflare的保護 仍然能完成簽罰證書的過程 這個程序並不使用預設Net Encrypt的參數 而是需要使用替代方案 當然使用替代方案基本上都安全 因為全世界有很多網站都使用這個替代方案 在Cloudflare的保護下仍然能夠定期更新證書 現時Net Encrypt預設90天就要更新數碼證書 這亦避免了數碼證書有效期太長所導致的保安問題 但有一點對大部分網主都很重要 就是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就不要關閉Cloudflare的保護工人 因為中共並不是一般的客客 一般的客客並不願意為了攻入網站 而浪費錢買DNS的變動紀錄 但中共會因為維穩需要而做這件事 國家級客客不單擁有大量殭屍電奧 他們擁有的財政資源 亦遠多過一般單打獨奏 或純粹為犯罪收益而從事客客活動的小型集團 所以你的網站外用如果相對敏感 在保安政策上亦必須十分謹慎 今個星期的翻牆文答時間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講過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 多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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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ですね 感谢观看